感謝Harvey的見證 Harvey 我要鼓勵你 當你開組的時候 這些組員不知道做什麼是正常的 當我開組的時候 我的組員都是這樣的 這個是牧羊 這個是生命的傳遞 雖然Harvey很年輕 帶著很年輕的組員 但是在屬齡裡面 Harvey已經成為一個父親 有爸爸的樣式 你看到他對他組員的付出和愛 看到他們之間關係的親密 更重要的是他們和神之間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這個就是小組 小組裡面所傳遞的就是這份天父的愛 小組裡面所傳遞的就是這份天父的愛 所以我今天在這一篇的講道裡面 我給的標題是很父親的樣式 所以今天在我的講道主題裡面 我給他的標題是好父親的樣式 因為今天是父親節 因為今天是父親節 我們一方面要好好尊榮我們地上的爸爸 我們一方面好好尊榮我們地上的爸爸 另外一方面也都要為所有的爸爸們 甚至是祖長們打打氣 另外一方面也要鼓勵我們當中的祖長們 還有父親們為他們打氣 作為一個男人 作為一個男人 作為一個爸爸 作為一個爸爸 我們很需要被打氣的 我們很需要被打氣的 很需要被鼓勵 很需要被鼓勵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做爸爸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因為做爸爸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雖然我們身邊的孩子 經常都跟我們講一句話 雖然我們身邊的孩子總是對我們說 爸爸是不可以沒有媽媽的 爸爸是不可以沒有媽媽的 沒有媽媽爸爸生存不了的 沒有媽媽爸爸生存不了 不過今天我都要跟我們的孩子說 但今天我要和孩子們說 其實媽媽都不可以沒有爸爸的 其實媽媽也不可以沒有爸爸的 因為爸爸是多功能的 因為爸爸是多功能的 舉些例子 舉些例子 爸爸是家裏面的維修技工 爸爸是家裏面的維修技工 同不同意嗎 同意嗎 爸爸是家裏的保安人員 爸爸是家裏的保安人員 爸爸是滅蟲專家 特別是蟑螂 爸爸是滅蟲專家 特別是蟑螂 爸爸是流動的提款機 爸爸是流動提款機 人肉起重機 人肉起重機 超級送貨員 超級送貨員 無敵司機 無敵司機 還有任玩不生氣的換伴 還有任玩不會抱怨的玩伴 救生員 救生員 功能太多不能進錄 功能太多不能進鼠 連世上的人都是這樣說的 連世上的人都這麼說的 爸爸的角色有多重要 我們先看一幅圖 我們來看一幅圖 原來爸爸是無可取代的 原來爸爸是無可取代的 對男孩子而言 爸爸可以加強男孩子的自制能力 爸爸可以加強男孩子的自助能力 增加性別認同的能力 增加性別認同能力 爸爸可以讓我們的兒子 對異性有更大的尊重 不過當然前提就是 他很尊重自己的太太 可以增加情緒的覺察能力 增加情緒覺察力 甚至提高解決衝突的能力 甚至提高解決衝突的能力 這些都是爸爸給兒子的 就是爸爸可以給男孩的 那如果這個小朋友是女 那如果孩子是女孩呢 原來爸爸可以提高女孩 對未來擇偶的能力 爸爸可以提供女孩對未來的擇偶能力 黃智誠聽到這裡就最開心了 黃智誠 智誠 對智誠的女兒聽到最開心了 原來爸爸還可以培養 女兒獨立自信的人格 原來爸爸可以培養女兒獨立自信的人格 提升學業的競爭力 提升學業競爭力 當然這個爸爸要懂得幫女兒補習 當然爸爸要懂得幫女兒補習 我真的鼓勵爸爸要顧小朋友的功課 我鼓勵爸爸來顧小朋友的功課 我家的兒子的功課小時候都是我顧多一點的 我家裡兒子的功課也都是我顧得比較多 所以可以提升學業競爭力 所以可以提升學業競爭力 增加情緒的表達能力 增加情緒表達力 因為爸爸會激怒女兒 因為爸爸會讓女兒生氣 然後女兒就可以任意表達 所以女兒就可以任意地表達 很有安全感 很有安全感 我最近發現我們教會有一個很小的小朋友 他叫爸爸和媽媽是不同的 他叫爸爸和媽媽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叫媽媽的時候是媽媽 叫媽媽是媽媽 叫爸爸的時候 叫爸爸的時候 爸爸 爸爸 這個表達能力是爆煲的 這個表達能力是爆煲的 也可以幫助女兒提升自我保護的意識 也可以提升女孩子自我保護的意識 爸爸是不是很重要 爸爸是不是很重要 不僅如此 不僅如此 我們再看下一張圖 我們來看下一張 爸爸特別對男孩子的影響 爸爸特別對男孩子的影響 如果爸爸和男孩子和兒子的互動關係良好的話 如果爸爸與男孩子的互動關係良好 這個小朋友長大之後 原來他的品格是會特別好的 這個孩子長大之後品格會特別好 還有爸爸是男孩子的模仿對象 同時爸爸是男孩子的模仿對象 特別可以讓我們的兒子變得剛強 特別甚至可以讓男孩子變得剛強 還有爸爸對媽媽的態度 都會影響兒子將來是否能夠尊重義性 同時爸爸對媽媽的態度也會影響 男孩子未來是否能夠尊重義性 爸爸也可以幫助男孩子更加有競爭力 有解決衝突的能力 爸爸同時也可以幫助男孩子更加有競爭力 還有解決衝突的能力 是不是很重要 是不是很重要的爸爸 那問題就是我們怎樣才可以做一個好爸爸呢 那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做一個好爸爸呢 這個世界有很多訓練班增值的課程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訓練班以及增值課程 不過很少有課程教人怎樣做爸爸 但是很少有課程教人如何成為一個爸爸 不過我們有好消息 但是我們有好消息 因為聖經是萬能的 因為聖經是萬能的 聖經的真理可以讓我們知道怎樣才可以成為一個好爸爸 聖經教導我們怎樣才可以成為一個好爸爸 今天我就在聖經裡面找了三個人物 今天我就在聖經裡面找了三個人物 從這三個人物身上讓我們去學做一個好爸爸 從這三個人物身上我們去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好爸爸 這個好爸爸也包括成為一個好的組長 所以即使你是寺輩都好 亦都可以在當中去領受怎樣成為一個好的組長 所以子妹們也可以從這篇信息裡面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好組長 好嗎 我們先一起祈禱 我們一起先禱告 主耶穌你幫助我們 主耶穌你幫助我們 開我們屬靈的眼睛 開我們屬靈的眼睛 讓我們在今天這篇信息裡面 藉著聖靈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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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受這個為父的心 領受這個三重的恩膏 領受這三重的恩膏 讓我們成為好爸爸 讓我們成為好父親 成為好組長 成為好組長 主我們感謝你 聽我們的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首先我要介紹今天第一個出場的聖經中的重量級人物 首先我們要先介紹第一位聖經中的出場的重量級人物 她的名叫以諾 她的名叫尼諾 所以就是我們第一個大點 就是我們第一大點 與神同行的父親以諾 與神同行的父親以諾 我們來讀《創世記》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節 我們一起讀《創世記》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節 我們一起讀《創世記》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節 以諾活到六十五歲 生了馬土薩拉 以諾生馬土薩拉之後 與神同行三百年 並且生兒養女 以諾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 以諾與神同行 神將他娶去 他就不在世了 聖經記載 以諾生了馬土薩拉之後 與神同行三百年 以諾生了馬土薩拉之後 與神同行三百年 這個就是以諾人生中最突出的一個標記 這個就是以諾他人生中最特殊的一個標記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忽略了後面那句 後面那句的重點就是 他與神同行三百年當中 並且生兒養女 後面那句就是 在他與神同行三百年當中 並且生兒養女 他第一個兒子是馬土薩拉 他第一個兒子是馬土薩拉 馬土薩拉是聖經裡最長壽的人 馬土薩拉是聖經當中最長壽的人 他一共活了九百六十九歲 共活了九百六十九歲 但是以諾生了馬土薩拉之後 他就開始與神同行三百年 但是以諾生了馬土薩拉之後 開始與神同行三百年 所以以諾同行三百年的歲月 跟馬土薩拉其實是重疊的 所以以諾與神同行這三百年 跟馬土薩拉在世的日子是重疊的 以諾與神同行的歲月開始之後 以諾與神同行的歲月開始之後 除了馬土薩拉之後 他再次生兒養女 除了馬土薩拉之外 他也再次生兒養女 這段時間應該不止一個孩子出生的 這段時間應該不止一個孩子出生的 也就是說 其實聖經告訴他們一個奧秘 所以同時聖經也告訴我們一個奧秘 就是原來以諾是一邊與神同行 一邊生兒養女 就是以諾他一邊與神同行 一邊生兒養女 而且這個生兒養女所指的 不僅是生 而且這個生兒養女不是只有生 包括養 也包括了養 以諾不是生了一個小朋友 就把他們放下來 跑去與神同行 而是他一邊與神同行 他就一邊生兒養女 而是他一邊與神同行 一邊生兒養女 養的意思就包括照顧和牧養 養就包括照顧與牧養 所以他是一邊與神同行 所以他一邊與神同行 一邊帶著自己的子女 一同的經歷神 一邊帶著自己的子女 一同來經歷神 因為他與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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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他去到哪裏都是跟著神 就是走到哪裏都跟著神 他無論做什麼的時候 其實都是跟神一起做的 他無論做什麼事都是與神一起做的 連生兒養女都是 連生兒養女都是 所以他是一邊帶著神的同在 一邊帶著他的子女 進入神的同在 所以他一邊帶著神的同在 一邊在生兒養女的時候 也帶著神的同在 這個就是以諾最特別的地方 這就是以諾最大的地方 所以以諾式的爸爸 是一個怎樣的爸爸呢 所以以諾式的父親 又是一個什麼樣的父親呢 就是自己與神同行 就是自己與神同行 但是也盡父親的本分 教養兒女 但是也盡父親的本分來教養兒女 更加帶著兒女一起與神同行 更加帶著兒女與神同行 所以在我眼中他是一個平衡的爸爸 所以在我眼中他是一位平衡的爸爸 這個平衡是指他又僱著神又僱著子女 這個平衡就是他又僱著神又僱著兒女 既有屬靈的追求 既有屬靈的追求 又有肉身本分的承擔 又有肉身本分的承擔 他是一個既有天線也有地線的爸爸 他是一位又有天線也有地線的爸爸 今天我們做爸爸的 今天我們做爸爸的 有時候我們就沒有這一份的平衡 有時候我們沒有了這份平衡 有些爸爸有天線沒有地線的 有些爸爸是有天線沒有地線的 有些就相反只有地線沒有天線的 有些就相反只有地線沒有天線 天線的意思就是對神的事情有敏銳度 天線就是對神的事有敏銳度 地線就是接地氣 我們在地上盡好父親的本分 地線就是接地氣 就是我們靜好在地上父親的本分 如果你只有地線沒有天線的話 如果你只有地線沒有天線 我們就是一個熟血氣的爸爸 我們就是一個熟血氣的爸爸 這樣的爸爸其實是勞虎形的代表 這樣的爸爸是勞苦形的代表 因為我們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們人的能力有限 無論你怎樣去努力 怎樣去盡力 有些事情我們都是做不到的 無論你怎樣的努力 盡力 有些事我們是做不到的 而且血氣中的男人是比較粗心大意的 而且血氣中的男人會比較粗心大意 不一定明白子女的需要 不一定能夠明白子女的需要 很多時候我們是憑自我的立場的血氣 來去決定 很多時候我們憑自己的立場與血氣去做決定 生活中會有很多的拉扯 生活中就會出現很多拉扯 所以我們真正做爸爸的 所以我們真正做爸爸的 我們要懂得放手交給神 我們要懂得放手交給神 要用我們的天線與神同行 要用我們的天線來與神同行 帶著我們的子女去經歷神 帶著我們的孩子來經歷神 做一個與神同行的爸爸 做個與神同行的爸爸 因為我們知道有很多事情只有神可以做到 因為我們知道有很多事情只有神能做到 當然有天線的爸爸都要擔起本分 當然有天線的爸爸也要擔養擔起本分 我們要懂得照顧我們的孩子 特別是照顧他們的起居生活所需 特別是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 不要將所有這些照顧的工作交給媽媽 其實爸爸越多照顧孩子的起居 其實爸爸越多照顧孩子的起居 孩子就會越有安全感 孩子就會越有安全感 越喜歡黏著爸爸 越喜歡黏著爸爸 以前我知道這個理論 以前我聽過一個理論 知道這個理論 知道這個理論 但沒有機會實踐 因為沒有自己的小朋友 因為還沒有自己的小朋友 自從神將兩個兒子給我 自從神給了我兩個孩子 我就試一下這個理論 我就來試驗這個理論 所以我的小兒子 他的所有起居 基本上我照顧得比較多 小兒子的所有的起居 其實我照顧得比較多 然後我就發覺他特別親我的 然後我就發現他特別黏我 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這個兒子這麼奇怪 要黏著爸爸多過黏著媽媽 原來不只是我是這樣的 原來不是只有我是如此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以色列人 他是以色列人 他告訴我以色列的傳統 都是爸爸照顧子女多 都是爸爸照顧子女多 換片、餵奶、幫寶寶洗澡 全部都是爸爸的工作 換片、餵奶、幫寶寶洗澡 都是爸爸做的 真的嗎 我說真的嗎 他說你不信你去以色列的藍廁去看一下 如果你不信的話 你去以色列的藍廁看一下 從來沒有聽過叫人參觀藍廁 從來沒有聽過人 邀請人去參觀藍廁的 他說你去看一下你就明白了 你去看你就知道了 他說我們國家的藍廁 是有幫寶寶換片的設備 我們國家的藍廁裡面 是有幫寶寶換片的這樣的設備 他說香港這些設備都放在女廁 但是我們是放在藍廁 在香港這樣的設備 通常是在女廁裡面 不會在藍廁裡面 所以我們的爸爸是很習慣做這些的 在以色列是南側有 所以我們在以色列 我們的男性都很習慣做這些 然後我就發覺我這個朋友 跟他的兒子的關係超級好 的確我發現我這位朋友 他和他的兒子的關係超級好 我有很多次跟他吃飯的時候 他中間突然會有電話響 很多次我跟他吃飯的時候 電話響起 他就說不好意思我先聽電話 不好意思我接個電話 電話的另一頭是他的兒子打給他 電話的另一頭是他的兒子打給他的 他說他每一天兒子都會打電話給他 他說每天他的兒子都會打給他 他還要不止一個小朋友 而且他不止一個孩子 他說以色列人的三個 主要三個Dore Mipha 三四個 他說你們不知道 他說你們不知道 神要我們生養眾多片滿全地 神要我們生養眾多片滿全地 如果你只生兩個的話 不叫眾多 因為只是代替了你們兩個 如果你只生兩個 不叫眾多 因為就只是取代你們兩個 他經常挑戰我們 他說起碼要四個 才完成上帝的祝福 他常常挑戰我 一定要四個才能完成神的祝福 這個才叫multiply 這個才叫multiply 繁殖 他的兒子會打給他 他說每一天至少要講電話 十五分鐘到半個小時 他說有時候突然間不記得了 就講了整個小時才收線 有時候忘了就甚至講了一個小時才收線 但其實他的兒子已經三十幾歲 人已經有自己的小朋友 那其實他的兒子已經三十幾歲了 而且有自己的孩子了 這一份父子關係 是不是很值得我們羨慕 這一份父子關係是不是很值得我們羨慕 我們要成為一個有天線有地線的爸爸 既追求神也盡父親的責任 既追求神也盡了父親的責任 除了以諾這位父親之外 除了以諾這位父親之外 我們再看看新約另一個人物 我們再看新約裡面的另一個人物 第二點 盛全兒子的父親西比泰 第二點 成全兒子的父親西比泰 我們看《馬太福音》四章21-22節 從那裡往前走 又漢見弟兄二人 就是西比泰的兒子雅各 和他兄弟約翰 同他們的父親西比泰在船上保望 耶穌就招呼他們 他們立刻捨了船 別了父親 跟從了耶穌 眾所周知耶穌有十二個門徒 眾所周知耶穌有十二個門徒 十二個門徒裡面有兩個是親兄弟 十二個門徒當中有兩個是親兄弟 就是雅各和約翰 就是雅各和約翰 他們都是西比泰的兒子 他們都是西比泰的兒子 當耶穌遇上他們的時候 當耶穌遇上他們的時候 其實父子三人在漁船上保望 父子三人是在漁船上保望 保望是一個漁夫必須要做的日常的事情 保望是漁夫必須要做的日常事務 確保他們的漁獲 所以父子三人都在漁船上保望 所以父子三人都在漁船上保望 就是說他們三個人是一同經營他們的打魚的事業 表示他們三個人一同經營他們的打魚事業 西比泰將他的打魚的技巧這一切 就傳遞給他兩個兒子 西比泰將自己的打魚的技巧 傳遞給他兩個兒子 期待兩個兒子可以繼承他自己的事業 期待兩個兒子可以繼承他的事業 但是耶穌突然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但是耶穌突然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而且耶穌呼召他們兩個兄弟來跟隨耶穌 而且耶穌呼召他們兩兄弟來跟隨耶穌 自己跟著就記載他們就立刻捨了船 別了父親跟從了耶穌 神經記載他們就立刻捨了船別的父親跟隨耶穌 三父子本來一直專心打魚的 父子三人本來專心打魚的 一心想著子成父業 一心想著就是繼承父業 但是現在這個時候主的呼召來了 但是突然間主的呼召來了 這個做爸爸的二話不說 這個做父親二話不說 就讓這兩個兒子辭別了自己 就讓這兩個兒子辭別了自己 就讓他們跟著耶穌而去 就讓他們跟著耶穌而去 你可以想像 你可以想像 西比泰沒有兩個兒子幫忙 一定很忙亂 西比泰沒有兩個兒子幫忙 一定很忙亂的 本來是三個人做的事情 突然之間變成一個人做 本來是三個人做的事情 現在突然變成一個人做 今天我們家裡的工人姐姐請假回鄉 我們都踢了腳 是不是 現在如果我們的工人姐姐請假回家 我們都已經手忙腳亂了 如果你想想這個西比泰 他突然間兩個兒子都不幫他打魚的時候 他是不是立刻變得很忙碌 那想想看西比泰他的兩個兒子 突然間不幫他打魚 他是不是立刻變得很忙碌呢 但是西比泰義不容辭 但是西比泰他義不容辭 他要成全神給他兩個兒子的呼召 他要成全神給他兩個兒子的呼召 你看西比泰沒有用自己的想法 沒有站在自己的本位來限制他的兒子 你看到西比泰他沒有站在自己的想法 用自己的本位來限制他的兒子 反而將他的兒子交給神 反而將自己的兒子交給神 相信耶穌的帶領 相信耶穌的帶領 對自己的兒子放手 對自己的兒子放手 對我們今天的意義在哪裡呢 首先我們做爸爸的 我們有沒有一個成全孩子的心 首先我們做爸爸的 有沒有一個成全孩子的心 這個成全孩子是成全他 不是成全我 這個成全孩子是成全他 而不是成全我 我們有沒有給我們孩子 有屬於自己的空間 有沒有給自己的孩子 屬於他自己的空間 還是其實我們不知不覺 只是想孩子完成我們自己的心願 還是不知不覺 我們只是希望孩子 來成全我們的心願呢 很多家長 特別是爸爸 都會對自己的孩子 有一些特別的期待 特別會對自己的孩子 有些特別的期待 但這些期待很多時候 其實是我們自我裏面的一個投射 但是很多時候這個期待 其實是我們對自己的投射 自己年輕的時候做不到醫生 就希望兒子做醫生 自己年輕的時候做不了醫生 就希望兒子做醫生 年輕的時候沒有好好讀書 所以希望孩子學業有成 年輕的時候自己沒有好好讀書 都希望孩子自己之後 學業有成 甚至有些爸爸一定要自己的兒子 很想自己的兒子讀理科 甚至有些爸爸很希望自己的孩子讀理科 我們是否可以給孩子有自己的空間 我們是不是可以給自己的孩子有自己的空間呢 成全他 讓神帶領他走屬於他的路呢 成全神讓他走屬於他的路呢 有時候我們很有趣的 有時候很特別 當我們的兒子讀書成績很好的時候 當我們自己的孩子讀書成績很好的時候 如果有一天他跟你說 有一天他告訴你如果 我想服侍神 我想服侍神 我想做傳道人 我想要做傳道人 你就會說 你就會說 不要啦 不要啦 但是如果我們的兒子成績不是很好 但是如果我們的孩子成績沒有很好 人際關係又不是很好 人際關係也沒有很好 我們就說 我們就說 不如你考慮一下做傳道人 是不是真的這樣的呢 將我們的孩子交給神 將我們的孩子交給神 信神 信神 為神 為神 這是我們可以給孩子最大的祝福 這是我們能夠給孩子最大的祝福 你想一下 如果雅各和約翰沒有跟隨耶穌 如果雅各和約翰沒有跟隨耶穌 他們一生都會在加利利湖上面一個直直無民的漁夫 但當他們跟著耶穌 但是因為他們跟著耶穌 他們的名字傳頌千年 他們的名字被傳頌千年 記錄在聖經當中 記錄在聖經當中 永恆裡面被紀念 在永恆當中被紀念 所以爸爸們永恆的事情才是最重要 所以各位爸爸們 永恆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這一份屬天的眼光 決定你是否一個能夠成全孩子的爸爸 這一份屬天的眼光 決定你是否能夠成全孩子的爸爸 我們看過與神同行的爸爸 我們看過與神同行的爸爸 我們有看過成全孩子的爸爸 我們也看過成全孩子的爸爸 讓我們來看第三位爸爸 讓我們來看第三位爸爸 帶領全家的父親戈尼劉 帶領全家的父親戈尼劉 我們讀《使徒行傳》十章第一、第二節 我們讀《使徒行傳》十章一、第二節 在凱撒利亞有一個人 名叫戈尼劉 是意帶來營的伯夫長 他是個虔誠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 多多周祭百姓 常常討告神 這裡看到凱撒利亞 這邊看到凱撒利亞 其實這個地方是一個外邦人的地方 這是一個外邦人的地方 而戈尼劉這個名字也是外邦人的名字 戈尼劉這個名字也是外邦人的名字 他是意大利營的伯夫長 他是意大利營的伯夫長 意大利營就是當時羅馬軍團裡面最精銳的部隊 意大利營是當時羅馬軍隊裡面最精銳的部隊 所以戈尼劉一定是羅馬人 所以戈尼劉一定是羅馬人 作為意大利營的伯夫長 作為意大利營的伯夫長 他必須宣誓絕對效忠凱撒大帝 他必須宣誓絕對效忠於凱撒大帝 一個這樣的外邦人 這樣的外邦人 甚至是外邦的官員 甚至是外邦的官員 聖經竟然形容他是一個虔誠人 聖經甚至是形容他是一個虔誠的人 而且說他們多多的周祭百姓常常討告神 他有美好的個人的屬靈生命敬畏神 因為持守神的律法所以他多多行善 也有多多的周祭百姓 這裡所說的百姓是指屬神的百姓 就是在羅馬統治之下的以色列文 這個百夫長其實他是高高在上的 其實這個百夫長他是高高在上的 他是羅馬的官員 他是羅馬官員 他虔誠信主已經是非常難得了 那虔誠信主已經是非常難得了 但是聖經還要對他描述有另外一層 但是聖經又對他描述了多一層 就是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 就是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 如果你回去仔細讀這個《小樓行傳》 如果你仔細讀《使徒行傳》 你就會發現這裡全家所指的不僅是他的核心家庭 你就會發現這裡的全家不是只指他的核心家庭 而是他整個家族都敬畏神 而是他整個家族都敬畏神 就是可能他的姨媽、姑姐、表哥、表弟、堂兄弟 全部都敬畏神 就可能他姨媽、表姐、姑姐、表弟、堂兄弟都敬畏神 哥尼羅帶領著他整個家族 他是他家族中的族長 他是他家族中的族長 不單是自己敬畏神 他也讓他的全家都成為一個敬神的家族 他也讓他的全家族成為一個敬虔的家族 他是帶著整個家族走敬虔的路 他帶著全部的家族走一條敬虔的路 所以他所活出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生命呢 所以他所活出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生命呢 其實他所活出的就是基督是我家之主的一個這樣的生命 他所活出的是基督是我家之主的生命 你是不是帶領著你整個家族走向神的那個爸爸呢 各位弟兄 我們是不是成為一個帶領全家走向神的爸爸呢 我們要發揮這一份的影響力 我們要發揮這一份影響力 我們要抓住神的話語 我們要抓住神的花語 我們要帶著我們的全家走向神 我們要帶著我們的全家走向神 這個意大利營的白夫長 這位意大利營的白夫長 恩著這一份這樣的生命和恩高 他成為神國的白夫長 他成為了神國的白夫長 今日我們都要這樣去走上 領受這一份的恩高 領受這一份恩高 成為一個帶領家庭的爸爸 成為一個帶領家庭的爸爸 不要將這個帶領的責任交給我們的太太 不要將這一份帶領的責任交給我們的太太 我們要起來承擔 我們要起來承擔 帶領著我們的家族向前走 帶領著我們的家族向前走 問題在這裡 這三重的恩高 這三重的恩高 我們都知道這樣的爸爸是非常好的爸爸 我們都知道這樣的爸爸是一個非常好的爸爸 但是我們怎樣才能做得到呢 其實靠我們的血氣是很難做得到的 天然人 男人都喜歡躲在山洞裡 天然的男性都喜歡躲在山洞裡 我們又怕做決定 我們又怕做決定 所以我們會有拖延症 所以我們會有拖延症 一路拖一路拖 一路拖 整天就被我們的太太追趕 常常被我們的太太追趕 這個可能就是我們的寫照 這可能就是我們的寫照 但是我們怎樣才能成為這樣的爸爸 其實我們先要經歷神的愛 其實我們要先來經歷神的愛 當神的愛填滿在我們的裡面 當神的愛填滿在我們的心中 我們才可以滿日出來 我們才能夠滿意出來 其實這三個的爸爸 其實這三個爸爸 都是充滿愛的爸爸 在愛裡與神同行 在愛裡與神同行 因為神就是愛 在愛裡承全孩子 因為可以放下自我 在愛裡帶領家庭 全家就有方向 這份的愛很重要 這份愛很重要 今天是父親節 盼望我們每一個人 都領受這份天父的愛 可能你聽這一篇道 聽到這一道 你會問 你會問 牧師 你看起來真是一個好爸爸 你看起來好像一個好爸爸 但我想告訴你 我不是 我的成長背景 其實我不知道什麼叫父愛 我爸爸十幾歲就離開自己的家 我爸爸在我十幾歲的時候 我爸爸十幾歲就離開家裡 他飄洋過海自己一個人去讀書 他飄洋過海自己一個人去讀書 所以他的成長路其實很艱難 所以他的成長路其實很艱難 他又遇上文化大革命 他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 因為我爸爸在印尼出生的 不過我爸爸是印尼出生的 回祖國讀書 所以就去讀書 在祖國遇上了文化大革命 他回到祖國讀書 在祖國遇上了文化大革命 後來和我媽媽結婚 後來和我母親結婚 我爸爸的性格比較孤僻 我爸爸的性格是比較孤僻的 很少說話 我童年的回憶 我童年的會議 我想了很久都想不到 有什麼片段是和我爸爸很開心的 我想了很多都想不到 和我爸爸很開心的片段 我小時候爸爸的形象 我小時候的父親的印象 就是一個不說話 永遠躲在報紙後面的一個男人 永遠藏在這個報紙後面的一個男人 我唯一記得的片段 就是有時他跟我去踩單車 就是有一次他跟我一起去踩單車 他放我在他單車前面 他把我放在這個單車的前面 轉了幾個圈 轉了幾個圈 這個就是我想起我小時候唯一和他有的片段 就是我想起來我小時候唯一和他有的片段 其實我不知道究竟我愛不愛我爸爸 其實我不知道我究竟愛不愛我爸爸 我也不知道我爸爸愛不愛我 很陌生 直到後來他信主 直到後來他信主 現在他年紀大了 他患上了癌症 他患上了癌症 但是神有恩典 找到很好的藥 我現在經常都要帶他去醫院看醫生 我常常要帶他到醫院看醫生 小時候印象爸爸好像山那麼高 現在我扶著我爸爸 他變得很瘦弱 我扶著他去看醫生 我扶著他去看醫生 帶他去打針 他一樣言語稀小 他一樣很少說話 但當我扶著他看著他的時候 但當我扶著他看著他的時候 我突然間發現 原來我很愛他 我很後悔 年輕的時候 太少跟他聊天 太少明白他心裡的感覺 太少明白他心裡的感受 其實他一生都很孤單 其實他一生都很孤單的 很年輕就離開父母 很年輕的時候就離開了父母 他不知道什麼叫父愛 所以他也都給不到我父愛 但當他年老的時候 但當他年老的時候 當我照顧他的時候 當我照顧他的時候 我才發現原來我很看重他 我才發現原來我很看重他 我整個人的性格都是因為他 我整個人的性格都是因為他 雖然我不知道父愛是什麼 雖然我不懂什麼是父愛 但是神 但是神 祂讓我經歷 全讓我經歷 天上的爸爸的愛 天上爸爸的愛 祂讓我明白 他讓我明白 什麼是父愛 什麼是父愛 特別是當我有兩個孩子之後 特別是當我有兩個孩子之後 原來做爸爸 原來做爸爸 最幸福的事 最幸福的事 就是當你能夠付出的時候 就是當你能夠付出的時候 你越付出給孩子 你越付出給孩子 你越感覺幸福 你越覺得幸福 我很感謝神 將兩個孩子賞賜給我 將兩個孩子賞賜給我 和他們的相處裡面 和他們的相處當中 我竟然找回父愛 我居然找到了父愛 不是我醫治了兩個孩子 不是我醫治了兩個孩子 是兩個孩子醫治了我 是兩個孩子醫治了我 打開了我的心 讓我這個從來沒有感覺的人 再次找回感覺 讓我這個從來沒有感覺的人 再遲早會感覺 今天是父親節 今天是父親節 天父的愛在我們當中 天父的愛在我們當中 爸爸們 爸爸們 打開你的心 打開你的心 先經歷天父的愛 先經歷天父的愛 天父的愛充滿你的時候 天父的愛充滿你的時候 你就知道什麼是愛 你就知道什麼是愛 你就有能力去付出 你就有能力去付出 你就有能力去成全你的孩子 你就有能力去成全你的孩子 當你越付出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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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感覺越幸福 你會覺得越幸福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的天父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的天父 他就是這樣為我們付出 為我們擺上 他就是這樣為我們付出 為我們擺上 滿足天父的心 滿足天父的心 領受天父的愛 領受天父的愛 好摸我們一同氣了 我們一起起立 我們用一首詩歌來敬拜神 我們一首用詩歌來敬拜神 向我們天上的爸爸呼求 向我們天上的父親呼求 就算你地上的爸爸 不能夠將父愛給你 就算你地上的爸爸 沒有辦法將父愛給你 天上還有一位愛你的父親 天上還有一位愛你的夫妻 他要將他的愛 傾倒在你的心裡 他要將他的愛 傾倒在你的心中 領受 領受 領受這一份的愛 也讓這一份的愛 流出去給我們的孩子 而讓這一份愛 流出去給我們的孩子 成為天父的跟隨者 成為天父的跟隨者 我們一起來敬拜 我們一起來敬拜 天父 你滿有年齡 滿有之愛 有數的恩典 請求求你 歌手 我們一起來 unsere二人 我 nog 夏天學 祖父 在 Valentine�도 名言 大公門 尺寸 領受 愛 有之爱 靠近一切 寻求你的耳朵 我的心 可等可无的 归掌上手 还尽情敏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从我心生出苦求的名字 打开心门 拟受你的爱 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从我心生出苦求的名字 高举双手 拟受你应许 阿爸天父 我真爱你 我想邀请我们所有人都闭在我们的眼睛 现在我邀请所有人闭上眼睛 让天父的爱来触摸你 让天父的爱来触摸我们 天父 跟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说 天父向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说 孩子我知道你的孤单 孩子我知道你的孤单 我知道你的武力 我知道你的无力 我张开我的鼻弯 我张开我的鼻弯 等待你回家 等待你回家 天父 天父 有一个门有爱的家在这里等待你 有一个满有爱的家等着你 天父要帮助你 天父要帮助你 孩子不要再靠自己 走你焦头烂颜的人生 走你焦头烂额的人生 荣耀我进入你生命的里面 让我进入你的心里 荣耀我来帮助你 荣耀我来陪伴你 容许我来陪伴你 我永不放弃你 我永不放弃你 你是我最宝贵的孩子 让我帮助你 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朋友 有没有朋友 你还未曾相信耶稣 你还未曾相信耶稣 你未曾将耶稣接在心里面 你未曾将耶稣接到你的心里 你知道你心里面有一份空虚 无法可以填门 你知道你里面有个空虚 没有办法填满 你知道你里面有一份孤单 想想会袭击你的心头 你知道你心里面有一份孤单 常常会袭击你的心头 只有神可以帮助你 只有神可以帮助你 只有神可以除去这一份孤单和寂寞 只有神可以除去这一份孤单和寂寞 如果你今天愿意 如果你今天愿意 将耶稣接在心里面 将耶稣接到你的心里 领受祂的爱 领受祂的爱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邀请你轻轻举起你的手 让我看见 我邀请你轻轻举行的时候 让我看见 我要为你祈祷 我要来为你祷告 让神的爱进入你的心里面 让神的爱能够见到你的心里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你之前没试过将耶稣邀请进入心里面 你之前没有曾经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 但今天你愿意 但是今天你愿意 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 让我看见 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 让我看见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感谢主 感谢主 线上的第一姊妹 线上的弟兄姊妹 我都邀请你跟着我们来祷告 我也邀请你跟着我祷告 让天父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让天父能够进入你的心里 成为我们的帮助 成为我们的帮助 恭喜你 闭上你的眼睛 你可以闭上眼睛 跟着我一个一个的祷告 我们大家陪着他一起来祷告 天父 天父 多谢你 感谢你 多谢你爱我 感谢你爱我 我向你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 但今天 但今天 我愿意相信你 我愿意相信你 接受你 接受你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做我一生的主 做我一生的主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让我更深经历你的爱 让我更深经历你的爱 感谢主 感谢主 听我祷告 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请超多继续帮助 这位弟兄 我们找大家可以继续帮助 我们这位弟兄 弟兄姊妹 可以继续闭上我们的眼睛 弟兄姊妹 我们继续闭上我们的眼睛 来领受神的爱 来领受神的爱 来领受天父爸爸的爱 来受天父爸爸的爱 今天是父亲节 今天是父亲节 天父爸爸愿意将他的爱 天父爸爸愿意将他的爱 涌留在我们当中 在刚刚阿滴罗牧师的分享 刚刚阿滴罗牧师的分享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地上的爸爸 未必是完全 我们地上的爸爸 未必是完全的 很多时候 由于他们的经历 很多时候 由于他们的经历 他们都没有经历过父爱 他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过父爱 他怎么样去爱我们 他怎么样来能够爱我们呢 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或许有很多的冲突 或许有很多的 不明白的地方 或许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但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但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将我们的爸爸 将我们的爸爸 交在神的手中 交在神的手中 相信神的看顾 相信神的看顾 我们怀着一个爱爸爸的心 我们带着一个爱爸爸的心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天父爸爸爱我们 天父爸爸爱我们 我们同样都爱我们的爸爸 我们也爱我们的爸爸 我们将我们的爸爸 交在神的手中 我们将我们的爸爸 交在神的手中 就算过去有很多的冲突 就算过去有很多的冲突 受到很多不好的对待 我们都放手交给神 我们尝试去明白我们的爸爸 爱他们 拥抱他们 这不是我们肉身 不是我们天然人能够做到的 这不是我们肉身天然人能够做到的 但我们知道我们靠着我们的手 但是我们知道靠着我们的神 我们能够 我们能够放手 我们能够得医治 我们能够包容 我们能够接纳 好吗这一刻等于姊妹 我们都将我们爸爸都交在神的里面 这一颗弟兄姊妹们 我们都将我们的爸爸交在神的面前 将我们过往从爸爸以来受到的伤害 将我们过往从爸爸受到的伤害 都一日的交给神 都一日交给神 我们一起开声去祷告 我们一起开声向神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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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爸爸我多谢祢 多谢祢的爱在我们当中涌流 天父爸爸感谢祢感谢祢的爱在我们当中涌流 祢的爱才充满在我们的心 祢的爱才充满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从祢的眼光去看我们的爸爸 让我们可以从祢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爸爸 是不完美的 是不完全的 但是神祢都完全的接纳 但是神祢都完全的接纳 正如祢接纳我们一样 正如祢接纳我们一样 祢包容我们一样 祢爱我们一样 祢让我们能够有这份勇气 祢让我们有这份勇气 去突破我们和爸爸之间的关系 去突破我们和父亲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能够对爸爸去表达我们的尊敬和爱言 让我们能够向我们的爸爸表达尊敬与爱意 或许得到的效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或许这个结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但我们知道 但我们知道 这个是天父你所约纳的 这个是天父你所约纳的 你帮助我们 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和爸爸的关系可以突破 让我们和父亲的关系可以突破 可以融合 让我们可以 让我们可以成合为一 可以因着祢爱的缘故 因为祢爱的缘故 我们可以在祢面前可以合一 我们可以在祢面前合一 神祢更加帮助我们 神祢更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与祢同行 让我们能够与祢同行 因为与祢同行是好都无比的 因为与祢同行是好都无比的 神祢让我们的生命里面 能够学习以来一样 神让我们学习在生命里面 像儿女一样 和以乐一样 像以诺一样 走在祢的道路里面 走在祢的道路里面 与祢同行 行在祢的心意当中 行在祢的心意当中 天父爸爸我多谢祢 天父爸爸我们感谢祢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我主耶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姐妹让我们一起举起手 领受祝福 弟兄姊妹让我们举手来领受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愿神的爱大大宵冠充满你 愿神的爱大大浇灌充满你 天父恩高你 让你经历神的爱 让你经历神的爱 成为好父亲 成为好祖长 成为好祖长 成为好母亲 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涌流 愿你的家 如同浇灌的原子 充满各样的美好 充满各样的美好 有无尽的平安喜乐 有无尽的平安喜乐 神的荣光大大的充满你 神的荣光大大充满你 主兴起你 使用你 主兴起你 使用你 成为多人的祝福 成为多人的祝福 成为别人力量的全员 成为别人力量的全员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大大的祝福你 这样大大的祝福你 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謝主 我们将掌声归给主耶稣 我们将掌声归给神 我们今次的崇拜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今天崇拜到此 告一段落 愿主祝福大家 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 或者组员 预备了一些礼物 和一些心意 给你们的小组奖 真案立的小组奖 和入会的弟兄姊妹 我知道弟兄姊妹 准备了很多礼物 要给我们心爱的小组长 还有入会里的成员 避免台前太涌极 避免台前太过拥挤 我想邀请 Jeff和Carmen的小组 可否在后面 比较大的空间 我想邀请 Jeff和Carmen的小组 到后面大的空间 大家可以自由地合照 大家可以自由地合照 其他的可以来到台前面 大家在看的是 新瑞611灵量堂 You are now watching Milkrop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如果你感动 用奉献支持我们教会 If you want to support our church through offering 欢迎你把奉献 直接传入中国银行户口 Please send your offering directly to our Bank of China account 支票抬头是 新瑞611灵量堂有限公司 The beneficial name for the check is Newkrop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Limited 请你将收据 email到以下的电邮信箱 Please send your receipt to the following email address 如果你想更认识耶稣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Jesus more 或者有需要 我们为你代讨的话 Or if you want us to pray for you 欢迎用email 或者电话联络我们 Welcome you to contact us through email or telephone 祝福你 Bless you iron 1 3 9 5 2 2 4 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